段子,句子,第一句话,惊奇,荒诞,又治愈的时代,面对铁链女,小心翼翼的善良,面对战争狂人,大大方方的崇拜,这是一个令人惊奇,荒诞,而又治愈的时代,第二句,囚徒困境,面对美国的霸道,群情激愤,面对普京的霸道,热血沸腾,面对国内的霸道,默不作声,我们讲第三句, 中共这样对付中国的年轻人,用考试消耗他们的精力,用分数限制他们的追求,用升学压迫他们的心智,用虞误迷惑他们的认知,用就业限制他们的探索,最后,压上一套房,然后世界就安静了,这就是中共对付中国的年轻人 第四句叫,香港人向台湾示范了,失去民主自由的下场,乌克兰向台湾示范了,捍卫民主自由的方法 第五句,看普京打乌克兰,第一天,以为是希特勒,第二天看,向莫索里尼,第三天再看,是萨达姆,第四天,再看,原来是马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